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董老师 今天呀 我们一起来学习习作 习作的内容是 家乡的风俗 同学们可以说一说 这是哪个节日展现了什么风俗 说对了 这是春节拜年的情形 那么 这又是什么习俗呢 这是端午节赛龙舟的情形 呀 看呐 这是什么时候 是元宵节赏花灯 猜灯迷呢 一家人围坐一起 这是中秋吃月饼赏月赏桂花的团圆时刻 过年时还要贴对脸 贴福字 重阳时呢 重阳节 我们登高插猪鱼 这是什么 这是香喷喷的粽子 端午节包粽子 吃粽子 同学们 那我们家乡有什么样的风俗呢 我们来看一看 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风俗习惯 请你介绍一种风俗 或者是写一写你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 分两部分内容 一是介绍一种风俗 二是写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 第一种可以写成说明文的形式 第二种以继续文的形式来写比较好 介绍一种风俗 如果是介绍一种风俗 那么写之前要先查阅资料 或是问问长辈 深入了解这种风俗 想一想 这种风俗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可以分几个方面介绍 重点介绍什么 在介绍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写写自己 对这种风俗的实际体验 如果你对这种风俗习惯 有自己的看法 也可以表达出来 重点介绍风俗的某一方面 写出风俗的特点 这是要点 请同学们注意 那么说一说 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风俗习惯呀 过年时贴春帘 闹花灯 端午节赛龙粥 过年时还扭阳哥呢 拜年 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过年时还包饿 过年时 morality 中秋节的时候 吃月饼上月 想一想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介绍一种风俗 风俗要想介绍 包罗万象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介绍呢 闹花灯 如果要介绍闹花灯这个习俗 可以写写花灯的样子 可以写花灯的种类 人们的表现 闹花灯的传说 等等 重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拜年这个习俗 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介绍呢 拜年时的动作呀 神态呀 拜年时会说哪些话呢 拜年时长辈有什么表现呢 拜年时自己的心情如何 如果长辈的表现是给红包的话 你的心情会如何呢 等等 包饺子 包饺子的习俗 怎么擀皮 怎么做馅 怎么包饺子的 怎么煮饺子的 吃饺子那个时候的情景 心情等等 这些都可以进行介绍 你想重点介绍哪个方面呢 怎样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呢 是啊 你要介绍很多方面 但不是说每个方面都非常详实的写出来 要有重点 回顾一下我们学过的课文 北京的春节 作者 作者 开始的时候写了腊月的初旬 这是过年的开始 彩排 腊月23 那么请看高潮部分 这一部分写了除夕 大年初一 元宵 请看这三个部分 是作为重点介绍的 内容也写的比较多 最后写到正月十九 过年算是正式结束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老北京的春节是怎样具体描写元宵节 闹花灯的习俗的 作者都介绍了哪些方面呢 正月十五 处处张灯结彩 整条大街像是半喜事 红火而美丽 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 各形各色 有的一绿是玻璃的 有的青一色是牛角的 有的都是沙灯 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 这样的故事 就在当年也是一种广告 灯一旋起 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 晚上灯中点上烛 观者就更多 同学们 请看 这一部分就把灯的各种式样 介绍的非常的具体 处处张灯结彩 那么中间用了大部分的内容来介绍 几百盏灯 各形各色的灯 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材质的 灯一旋起 人人可参观 这就是重点突出 这段话通过具体描写灯的种类和样子 表现了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 仿照课文 请你用自己的话具体写一写 闹花灯 这一风俗 我们可以怎样写呢 琳琅 琳琅满目的花灯 使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句 给人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的 目不暇接的 那下面要进行具体的描写了 那漂亮的兔灯 粉红色的身子 长长的耳朵 圆圆的小脸上挂着一副甜美的笑容 摆动的手臂好像在跟大家说 祝你们元宵节快乐 把一个兔灯描写的非常的生动 那陶灯 粉红的底色 陶尖上涂点红色 陶底有翠绿的大叶子 真是既漂亮又简单 还有那红艳艳的五角星 会动的小鸡 同学们 老北京的春节一文中 还重点写了除夕的情景呢 它是怎样写的呢 除夕真热闹 家家敢做年菜 到处是酒肉的香味 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 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 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 不许间断 鞭炮声日夜不绝 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 万不得已 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 没有什么人睡觉 都要受碎 除夕真热闹 做菜 新衣 对联 年画 还有什么呢 灯火通宵 鞭炮声 吃团圆饭 受碎 这段话就围绕除夕真热闹 这个中心剧 展开叙述 通过写做年饭 穿新衣 贴对联 贴年画 放鞭炮 吃团圆饭 受碎 这些人们的活动 表现了除夕的热闹景象 通过重点描写人们的活动 你来具体写一写 人们是如何受碎的吧 抓住这一点 受碎 除夕夜 除了很小的孩子 每个人都要受碎 吃过年夜饭后 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 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一边喝茶聊天 坐不住的人会选择打牌 放鞭炮 小孩子们会在这个时候 玩游戏 或者为长辈 献上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 同学们 把一家人受碎的情景 描写得非常的生动 具体 关于家乡的风俗 你了解到它的哪些资料呢 这个风俗的资料 它的由来 有什么样的传说 关于元宵节闹花灯 它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是很久以前 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 而降落人间 被不知情的猎人 射死了 天帝知道后 震怒 便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到人间 放火 将人畜和财物通通烧光 天帝的女儿不忍心 让百姓无辜受难 便偷偷驾着祥云 来到人间 把这件事告诉了人们 众人听后 吓得呀 不知如何是好 有个老人想出个法子 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 每户人家在门前挂起红灯 哎 燃放爆竹 焰火 天帝就会以为 哎呀 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好 便分头去准备了 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 天兵啊 往凡界一看 哟 发觉人间那一片火光 都是红的 就禀告天帝说 哎呀 不用下凡放火了 人们呢 就这样 就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为了感激天帝之女的善心 从此 每年的这三天 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 点焰火 放爆竹 那端午节 吃粽子塞龙粥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他的意见呢 不被他的国君采纳 反而被罢了官 屈原就非常的生气呀 楚国快要灭亡的时候 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 屈原觉得自己有志不得舒展 而国王呢 又不听自己的劝告 这个时候 屈原就投了蜜罗江自杀了 屈原投江后 楚国人民 往江里投好吃的食物 滑着龙粥 驱散江中之鱼 以免于吃掉屈原的身体 这样年复一年就形成了端午节 吃粽子塞龙粥的习俗 拜年的习俗呢 传说与一种叫做年的怪兽有关 传说怪兽年呢 头顶长着独角 口似血盆 每逢腊月三十晚上 他便窜出山林 略时世人 人们只好准备一些肉食放在门外 然后呢把大门关上 躲在家里 直到初一早晨 年饱餐后扬长而去 人们呢才开门相见 做一道喜 互相祝贺 过年包饺子时 人们呢常常将糖 花生 枣 栗子 等包进馅里 吃到糖的人 来年的日子更甜美 吃到花生的人 将健康长寿 吃到枣和栗子的人 将枣生贵子 同学们 这些习俗啊 有这么动听的由来 有这么好听的故事 这故事比较长啊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些故事写进我们的习作作文里呢 当然有技巧 我们再回顾客文 还是从西藏那个僧人唐冬节部的传奇故事讲起吧 那时候 还加上这么一句 好 过渡 就可以把僧人唐冬节部的故事 简单的写下来了 我特别奇怪 为什么元宵夜一定要闹花灯呢 妈妈告诉我 哎 这个时候一过渡 正好闹花灯那个由来的故事 就可以穿插进去了 我查资料得知 元宵象征着 嗯 把查的资料 简单的罗列出来 据说呀 年怎么怎么样 人们怎么怎么样 哎 话开了 说下去 写下来 这就可以写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了 同学们 文章啊 写的时候 一定要通顺 自然 流畅 过度的要圆润 不要太生硬 关于这篇习作 你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习作的开头 开头可以怎样做呢 我想通过歌谣 引出要介绍的风俗 不错呀 这真是个好办法 歌谣特别能吸引人呢 描写时 我要加入比喻 拟人 排比等修辞 让我的作文更生动 呀 这个办法也很好 文章 生动干人 就呀 要加入比喻 拟人 排比 等等 一系列的修辞方法 我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 这样习作才能表达的清楚 有条理 说的对 文章啊 贵有序 按一定的顺序来写 才能清楚明了 第二部分内容 我呢 我想写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这个经历 啊 亲自去参加了 如果是写自己参加风俗活动的亲身经历 则可以把这种风俗的特点 或者来历自然的穿插在合适的地方 如听爸爸说这个习俗大有来历呢 就开始穿插吧 或是我查资料得知元宵象征着什么什么 然后在重点描写活动现场的情况和自身的感受 这个自身的感受很重要 因为是你亲自去经历了这样一个风俗活动 如果你对这种风俗习惯 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表达出来 把看法写出来 抒发自己的情感 请注意这几点 穿插在合适的地方要自然 要写现场的情况和自身的感受 也可以写写自己的看法 重点描写活动现场的情况和自身的感受 你能简单说一说你经历的风俗活动吗 比如说中月十五晚上吧 我和伙伴们到街上看花灯 灯的种类好多呀 有兔子的有白菜的还有春子型的让人眼花缭乱 把现场那些灯的形状描写清楚 那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就是啊太多了眼花缭乱的 端午节的时候 我光看了赛龙舟比赛 江边拿锣鼓声呐喊声 好不热闹 龙舟队员们身形矫健 节奏整齐 奋力向前滑 龙舟你追我赶 谁也不肯让谁 这是你亲眼看到的这个赛龙舟的情形 把它具体的写下来 将自己的活动融入到介绍的风俗中 就是一次参加风俗活动的经历 加入自己的活动 我们再来看闹花灯 我们可以写花灯的种类样子 可以写闹花灯的传说 那么把什么内容还可以加进去呢 这个是个关键点同学们 还可以加入我参与闹花灯的经历 让自己亲身经历 我参与闹花灯的时候 我的那些动作 神态语言进行详实的描写 我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同学们 你看加入了自身的感受 这篇文章就鲜活起来了 写自己参加风俗活动的亲身经历 我们要重点描写什么呢 刚才我们已经总结过了 是的 就是当时现场活动的情况 以及自身的 对 自身的感受 把自己的感受也写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龙舟 只听一声令下 龙舟比赛开始了 动腔动腔 随着急促的鼓点 队员们一起有节奏的滑动着摇板 他们那么的矫健 那么的正齐 随着队员身体一腐一痒 然后摇板入水 激起了片片水花 龙舟就飞一样向前冲去 这是对现场的描写 包饺子咯 我左手拿皮 右手拿筷子 加了一些线 放在皮中间 把饺子中间捏紧 又从右边的皮开始向上捏 又把左边的皮牢牢捏住 写得多么具体啊 我的动作描写 我又加固了好几次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饺子出现了 哈哈 大胖子来了 语言描写 我虽得意 但又有几分惭愧 心情的描写 因为我成功的包出了饺子 但饺子形状不好看 像懒洋洋的小猪躺在那 怎么也站不起来 这里用了一个比喻的修辞方法 让那个不成功的饺子 那个形象 悦然纸上写得非常好 写作提纲 同学们 你想要介绍嘉兴的风俗 还是写自己参加风俗活动的经历呢 二选其一都可以 不要急于下笔 先好好构思 边 先好好构思 边写好写作的提纲 提纲啊 就是我们先罗列一个大致的思路 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再下笔 我们来看看 习作的提纲要求 如果你想介绍一种风俗 可以利用这样的提纲 做个参考吧 一 要介绍的风俗是什么 二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打算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 三 哪一部分可以作为重点 将要进行具体介绍呢 四 打算拟定什么样的题目 如果你想写一次风俗活动 自己的经历 可以用这样的提纲 要写的风俗活动是什么 打算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活动的现场 哪一部分可以作为重点 将要进行具体描写 打算拟定什么题目 我们来看看 元宵闹花灯 我们可以写元宵闹花灯的传说 当然了 穿插进去的内容不易多 只要说清楚就可以了 赏花灯 这一部分是你写文章的一个重点 灯 多 有什么形状的 有什么样子的 人多 人山人海 等等 这个作为重点来进行描写 猜灯迷 性质盎然 同学们 重点突出了 你这篇文章啊 才能算得上精彩 赛龙舟 我们可以简单写一写比赛前 当然这个是次要内容 不必要写的特别多 观众多 许多龙舟都在那里停泊着 这一部分写一写比赛前 可以烘托一下气氛 比赛时 这个要作为重点来突出 激烈的场面 队员们的表现 比赛的盛况 一定要写得非常的详实 比赛后 陆陆续续的离开 依依不舍的心情 这个就是次要内容了 如果写家乡的年吧 做年吧 一片欢腾 洗精米 做准备 各种形状 要作为重点来介绍 蒸年吧 大火烧旺 一炷香的功夫就熟了 尝年吧 诱人的香味烫坏了舌头 重点突出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立文 我们一边读 一边进行赏西 元宵闹花灯 我最喜欢的就是元宵节闹花灯 元宵节的晚上 大街上 大街上公园里处处挂满了色彩 缤纷图案各异的花灯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开头 开门见山 写出元宵节闹花灯 这一风俗 那么接下来 我特别奇怪 为什么元宵夜一定要闹花灯呢 妈妈告诉我 这个时候直接穿插 这个游来了 在很久以前 一只神鸟降落人间 被人们误杀 天地之道后震怒 下令正月十五户烧人间 人们想出个法子 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 每户人家都在门前挂起红灯 从而骗过了天地 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同学们发现了吗 这个传说的由来 把它压缩了 不能写的特别多 只要说清楚就可以了 从此元宵节闹花灯 便成为了一个风俗 一直传到了今天 加入神话传说 书名啊 闹花灯这一风俗的由来 充满趣味 下面是文章的重点 我们来看 花灯真多呀 琳琅满目的花灯 使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下面就开始具体描写 那漂亮的兔灯 粉红色的身子 长长的耳朵 圆圆的小脸上 挂着一副甜美的笑容 摆动的手臂 好像在跟大家说 祝你们元宵节快乐 那陶灯 粉色的粉红的底色 陶尖上涂点红色 陶底有翠绿的大叶子 真是既漂亮又简单 还有那红艳艳的五角星 会动的小鸡 围绕花灯真多呀 这句话 重点描写了兔灯和陶灯 而一笔带过了五角星灯和小鸡灯 这样就生动而具体了 最后 灯多看花灯的人也多 马路上人山人海 整条马路都变成了人行道 一眼望去 看不见人流的末尾 人们边闪花灯 边猜灯米 兴致盎然 你看 这盏灯上写着 一双长耳朵 眼睛红又红 不吃肉和鱼 吃菜和萝卜 很明显 打一栋米底是兔子 你猜对了吗 叶渐渐深了 但关灯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各种彩色的灯 像天上的繁星一样 大放光彩 真是一叶花灯醉 只缘春意浓 看 最后这一部分写的也很精彩 写人们不愿意离去 侧面表达了 对这一风俗的喜爱之情 愿用比喻的手法 将地上的灯 比作天上的繁星 意境优美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 我们来点评一下 这篇习作 介绍了元宵节闹花灯 这一风俗 愿用生动的语言 渲染出一片热闹的场景 把闹花灯灯多人多的热闹场面 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 而在结尾处 一夜花灯醉 只缘春意浓 也十分富有诗意 引用一句诗 来作为结尾 也是相当高明的 塞龙洲 家乡端午风俗 塞龙洲 我的家乡西面 就是美丽宽阔的五山湖 住在冰箱的人们 每年端午节 少不了要举行龙洲比赛 这个节日 传统习俗 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了 开篇就介绍 当地的民俗是塞龙洲 今年端午节那天 天空晴朗 艳阳高照 天气很是炎热 可是我们依然兴致勃勃 我早早的吃过早饭 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湖坝上 没想到湖坝上早已寄满了 钱来观看塞龙洲的人们 他们有着撑着花伞 有的戴着太阳帽 远远望去 就好像一条蜿蜒的滚动的花龙 这是通过对看龙中 龙洲赛时这个天气和场面的描写 来烘托出人们对塞龙洲的这个期盼的心情 这是塞龙洲之前 我好不容易从人缝中钻进去 找到一个有力的位置坐下来 放眼望去 湖面上早已停泊着许多参赛的龙洲 每条龙洲都有十米多长 龙头形态各异 有的张着鸡角 睁着眼睛 有的口寒珍珠 有的龙头高昂 黑絮长飘 龙洲一字排开 龙洲上的队员整装待发 穿着一色的红色救生衣 好像一片片红霞飘在水面上 他一个个手持摇板 精神抖擞 好像就是带冲向战场上的战士 只听一声令下 龙洲比赛开始了 一只只龙洲像离弦的剑一样 向前冲去 顿时锣鼓声呐喊声 鞭炮声混成一片 好不热闹 那些龙洲你追我赶 看同学们 这一部分的描写 运用了排比的手法 写出了龙头的形状形态 特点 向离弦的剑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写出了龙洲滑行速度之快 那些龙洲 龙洲你追我赶 争先恐后 谁也不肯让谁 东腔东腔 随着急促的鼓点 队员们一起有节奏的 滑动着摇板 他们那么的矫健 那么的正气 随着队员身体一腐一仰 摇板入水 激起了片片水化 龙洲就像飞一样向前冲去 这时只听见 嗨喝嗨喝 这样的呐喊声响起 一只12米上的巨龙 冲在最前面 你瞧那指挥的用力击打着鼓面 动作描写 身体一蹲一起 鼓声咚咚 鼓点越来越急 还有力的大喊加油加油 队员们摇板入水的节奏也在加快 湖坝的人们使劲鼓着掌 高声呐喊加油加油 龙洲飞一样的冲到了终点 这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 那么这一段内容 我们来概括一下 就是生动细致的描写了 赛龙洲精彩激烈的场面 让人呢 如闻其声 如临其境 这是我们村猛龙队的龙洲 他们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队员们高声欢呼着 喊叫着 那平静的湖面好像被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 龙洲比赛结束了 湖坝上的人们呢 陆续离开 参赛的龙洲也回到了各自的港湾 湖面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也依依不舍的回了家 文章的最后 收尾自然 依依不舍表达了作者对赛龙洲的喜爱之情 同学们 这节课呀 我们从两个方面内容来进行了说明 第一是你想介绍一种家乡的风俗 第二呢 是你亲身参与的一种风俗活动的这个经历 二选其一都可以 那么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重点突出 降略得当 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二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个风俗活动 一定要写清楚 当时看到的现场的情景 以及自己的心情 好同学们 相信大家呀 这篇文章一定能写的非常棒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